各位網易的網友們大家好 我是鍾翰良 這個系列的錶叫做 它叫扣11.59 這個系列的錶我覺得很 設計很特別 因為它兼顧了運動 跟休閒 就是很好搭配衣服的功能 然後值得一提是它那個在 在表面啊 它的藍寶石玻璃表徑 你看就會讓你不容易反光 然後尤其是它有一個特別的寓意 就是11.59 就寓意著明天到來的前一刻 你站在全新的起點 超越自己 我覺得這個寓意特別好 應該是挑戰自己 希望可以超越自己 就是不管是你在你的工作領域 或者是不管你在做演員 或者做過歌手的時候 轉換身份的時候 你就其實在接受不同的挑戰 當別人覺得你只是個演員的時候 你就會試著去把以前 自己很喜歡的唱歌跟跳舞 轉化成歌手再表現給大家 其實也是這種挑戰 挑戰大家對你的印象 然後艾比也有這種挑戰精神 我覺得也很符合 其實每個人都要在各自的領域 各自的工作崗位去挑戰自己 對不斷的挑戰 然後讓自己更好 超越今天的自己 今天可能特別投入 然後在打球的時候 好像領悟了一些高爾夫球的真諦 就是他好像是在自己跟自己在對話 然後這個對話就是 怎麼讓可以在那瞬間做到最好 我覺得就是當你打到一球好球的時候 就好像你是很好的表現 但是你總會打到很不好的球的時候 你怎麼在跟自己對話 就好像你在工作 在你的事業上 你會有一些 不一定都在高處的起伏這樣 我覺得那個 高爾夫球好像可以 轉換成對人生的一種自我調適 對於起伏的一種調適 我真的會用運動來紓解 不管是壓力或者是沮喪 不快樂 對 當你運動完以後 流一聲汗 或者是很專注的 跑完一個很長的慢跑 打了一場很不錯的網球 或者是今天會玩乾之後的感覺 都是非常好的速解運動 他們說二十一天培養一個習慣 然後我們梁家族就舉辦了這個 二十一天讀樹了 他想要培養每天拿起來 不管讀多少 就是每天都要讀一下樹的習慣 我就覺得很好玩了 我就跟他們一起玩 其實也不只是讀樹 就是我做一些 這是影響 希望大家可以跟著你去培養 你自己的 你認為很好的 很正面的運動 二十一天 不管是讀樹 或者是慢跑 打高爾夫球 都是很好的 我就跟他們同樂 其實不管讀樹 就是我們做一件事情 要重蹈到底做到底 有時候那個項目很久很久 但是只要你堅持到底做完了 就或多或少會有收穫 我也有收藏一些 一小部分 我都比較希望是兼顧兩種 就是它除了是 運動適合 它應該是可以也 平時也可以戴 休閒或者是正式場合 就所謂的百搭錶 就是如果真的要 去買一個很名貴的手錶 我會選擇多功能 然後 對 其實就是這一種 它很簡單 很低調 然後 寓意很多 然後 男生女生都適合 打高爾夫球一定是 運動偏向運動型的 對啊 因為 功能性可能多一點嘛 因為你在籌場上 還真的是蠻需要看時間的 雖然我們今天打得比較滿 就看下表 快中午了這樣 但我們 相對的 讀書的時間 不是最多的 應該是讀劇本的時間最多 所以有時候你也 但我們確實跟 常常跟文字去相組啊 看很多 不管是劇本啊 我覺得也是一種 有別於運動 有別於高爾夫球 它就是一種靜下來 然後走近 跟文字 安安靜靜地相處 那種舒服自在 也是另外一種沉澱 吸收完以後 你就可以轉化成思考 然後變成你的東西再釋放 通常你一定是喜歡的 才願意讀下去嘛 然後你才願意去參與進去嘛 所以基本上我 我拍過的都是我 挺喜歡的 故事或是人物的 要不然你講這個 別的人物就吃出 別的角色就吃出 你為什麼不選我 我覺得他們已經變成一個 活生生的一個角色 對 它已經不是文字了 時間就是挺公平的 就每個人都擁有的一樣 然後每個人都準時長大 只要你認認真真過生活 好好運用你的時間 享受你的人生 就對得起這個時間 工作的時候就認真工作嘛 然後打球的時候就認真打球 休息的時候就認真休息 我就是 對 我就是 很認真地去對待 每一個人 人生不同時刻這樣 做什麼應該都還行 做什麼應該都還行 我感覺我 哪怕去做高爾夫球員 我覺得也還行 當然現在來學 就是深入地去做一個 這個高爾夫球點 有點晚了 謝謝這個 但是就是 對 我覺得我應該可以 勝任 我喜歡的東西 我小時候也想做 做舞者啊 芭蕾舞者啊 我也想要做幫酬員 網酬員 就是你有時候是學一個工藝也好 學一個運動也好 你得要投入時間心血 但人的時間就這麼多 你怎麼選 但我每樣都喜歡 我覺得每樣都有它的魅力 我就覺得啊 高爾夫球算是比較晚去 深入跟它交往的一個運動 網酬已經也不算早了 對 所以很多在我的人生很晚 才出現的運動 我都覺得有點上肩很晚 對